在這邊我特別請教一下 高先生 高欣穎 根據我自己粗略的 就是報章雜誌上面都有講 然後我們的知識單位去查了 5月份發生了蠻多的命案 好像重計大概發生了13件 然後最可怕的其中有7件 是屬於 7件 超過一半 50%以上 都是情殺案 你辦案這麼多年 接觸過這麼多形形色色的人 你對於為什麼 情殺案他的比例會這麼高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你有沒有發現 這7件的情殺案 死者是男性還女性 都是男的殺女的 對 那為什麼不是女生殺男生 對 為什麼 力氣不夠大 體力上根本沒這個能力 不是 就是因為這一些暴力男子渣男 平常都是吃定這些女子 那吃定這些女子的就是說 這些女生的觀念 和以前二三十年前的 女生的道德觀念是不一樣的 二三十年前你交往一個女生 你要從一壘 二壘 你會跟他講你今天到幾壘 循序漸進 對 到了拳內打 要多久的時間 對 現在的女生 你一天都紅不浪了 你今天認識晚上可能就紅不浪了 你幹嘛看我 我沒有 這太快了 所以這個女生一頭再入 根本就不曉得對方是到底的 背景是什麼 完全不知道啊 但是你不曉得的狀況下 可能被她的外貿協會給吸引了啊 或者是給她的表面上的一些手 我們講說她的物質上給吸引了啊 那這些年輕的女生 一被她吸進去之後呢 有兩樣跑不掉 第一個什麼跑不掉呢 因為發現說這個男人會動輸 那動輸之後這個女人一跑 怕被她宰了 生命危險 會害怕 不敢跑 那第二個不敢跑的原因是什麼呢 她不只怕說 我如果個人被你殺了沒關係 我怕我的家人都被你殺了 所以她顧及到她的家人 不敢跑 那這些男人就是吃定了 這些女生的弱點 吃你夠夠 軟頭穿滾 所以這個男生 其實我奉勸各位 談戀愛的這些熱戀的女孩子們 只要你的男朋友 只要肢體語言 我說暴力 讓我們口角那個算 肢體語言 所謂肢體語言就是有動手 動手喔 一推你那一三 你就一定要報案 對 這真是為了治保 不是說什麼愛不愛的問題 這是要不要命的問題 因為這些會打人的男人 他們也很會愛人 也就是說他今天打完你之後 他又跟你痛哭流氣 懺悔 然後又對你好得要命 所以有很多女生就覺得 可是他對我很好 他雖然是會打我 可是他對我好的時候很好 所以那個好 好像又幫他彌補了一下 就讓他可以繼續自欺欺的說 對啦 打兩下沒關係 反正他是對我很好 對 打兩下沒關係 我們試過一個案例 最恐怖的是 把這個女人救出來 然後讓她有一個基本的工作 可以活下來 諸如此類的 然後也把她的外表 也修復得差不多好一點 她自己回去 回家去 心甘情願的回去 心甘情願的回去 理由是說 她放不下她的小孩 那麼可是我們更覺得 就是剛剛苦林講的 他們缺乏那種心理的 獨立自主的這一種認知 所以他覺得有一個男人可以依賴 雖然他打我 可是那個依賴的心理 只要不除去的話 他還是回去的 這個我們警察局有個案例 這個是一個嘉義的民女中 但是她的老公是混混 完全就是沒有念什麼書 宗祝生 妾頭娃 對 然後你知道 她娶了這個嘉義的女中 這個十八歲就娶了她 娶了她之後 幫她生了小孩之後 因為她想要得到她遺傳的基因好 那之後後來這個女生 每天她的手伸出來 就那個香菸的菸巴 就燙她的手臂 燙她的臉 燙她肚子 一千多個 你說的是電影還是實在的 實際的是嘉義的 然後她嫁到台南去 她手上身體肚子 總共是一千多個菸巴 那菸巴就算了 這已經乾掉了 結痂之後拔掉 結痂之後拔掉 她手伸出來 她就知道要擋菸巴 然後後來之後是因為怎麼樣 她是因為她老公拿那個針 綁在那個免洗塊上面 在她臉上刺青 她是說我是賤女人 就刺在嘴巴 胸部 那刺完之後 她出門都要永遠戴個口罩 那這個女的是不是 已經受不了了對不對 不敢跑 為什麼不敢跑 她老公每天拿著槍對著她 後來她受不了 還是跑了 那跑了之後 她老公真的跑到她娘家去 把她爸爸開槍 那開槍之後 後來她已經離了婚 這個先生又把這個太太 帶出來 帶到屏東去 那沒辦法 這女的還踢在這個球形 踢她老公球形 求警方說不要開槍打死 她這個先生 所以我說這個女生很多很奇怪 她已經被淋虐到這樣子 一千多個菸巴 那整個臉上被刻了好幾十個字 跟她鋼板一樣 人肉鋼板 可是她居然不走 不走 她還覺得 她有辦法感動這個男生 她有一天會回頭 但是很多男生就常常 很多在講到一句話 人家說公國理論是 這隻跟她肖 我現在聽到人家說 我第一次聽到你說 就是說這隻小狗公國 牠有牠的地區區域性 那牠區域性 牠這個區域裡面 只要是牠的東西 別的狗不能進來 別的狗進來 牠這個電線桿尿尿一次 牠就把那尿尿再尿回去 只要牠的東西 別人不准有 牠得不到的 牠所有的東西 就算牠不要 牠不願意給別人 也不願意給別人 對 所以寧可毀了牠 牠都不願意給別人 那個公國理論 你有聽過 聖母情節 聖母情節也沒有 今天你們講得都好深 我今天還覺得 這真是自言自知的孩童 很多女生他就碰到 明明大家講 這個男人是個壞男的 他也知道他是個壞男的 他覺得 我可以把他變好 也很多是這種心態的 所以明知他不好 你為什麼還要 他說他覺得 我的愛情可以把他變好 太高估愛情的力量